大家好,我是生物醫口工程課程的二營級學生 蔣曉婷 這是我們年一的時候設計的一個項目 做的就是去監察滴鹽水的時候 一些滴的速度和什麼時候滴完 讓護士不用經常走到病床 才會看到有沒有什麼狀況要去處理它 現在我們會看到有一個機器 我們會用一個紅外線的感應器去檢查滴水 滴過後就會傳出一些訊息進我們的程式 經過一些計算後就會出到它的速度